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树目的话用的其实就是多边形中的三边形三角形 你可以先画一个三角形把它颜色改成这种翠绿色 之后我们Ctrl加T给它去移动位置改变大小 这个多边形三角形它并不是一个正三角形 它还是挺不规则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这样来做 把我们设置成这个样子 之后我们这个三角形它是只出现在这个圆角矩形之内的 对吧 如果说大家有学习简贴蒙版的话呢 直接按住out键 然后去和下方的这个圆角矩形去做一个简贴 对吧 这是最快的一种方式啊 但是当有些人不知道这个简贴蒙版的时候啊 就是继续去练习我们的波尔运算 这个时候呢 咱们先把这个圆角矩形啊 给它Ctrl加勾 就是这个蓝色的圆角矩形 去给它Ctrl加勾复制一层 复制一层 因为我们要和上面的这个去做那个波尔运算嘛 和上面的这个多边形 所以说我们给它复制出来了 好 将这两个圆角矩形选 两个图层选中之后 Ctrl加E 先合并 合并好了之后呢 我们应该用小黑选择上边的这个路径之后 我们去给它做一个与形状区域相交 对吧 你看这就是我为什么把这个圆角矩形 复制出来的一个原因啊 否则呢 它就没有了 是这样的 然后之后呢 我们去把这个 咱们的这个多边形的这个路径啊 给它选中之后 就是这个 多边形的路径 给它选中之后呢 咱们去给它做一个合并形状组件 让它变得比较干净一些 就是简化一些啊 好 然后接下来 来 我们继续 嗯 接下来的话呢 应该是这里还有一个绿色的 对吧 这个绿色的话呢 你同样的 我们需要一个三角形 把它改成墨绿色 其实这样做就要麻烦很多啊 如果说大家知道那个 嗯 简贴蒙版的话啊 其实完全没必要这样去做 只不过我们现在在练习不准运算 好 然后接下来我把这个蓝色的啊 再去给它砍穿加高 拷贝一个 我们和它去 和哪个去做呢 和上面的这个多边形啊 就这个 去给它砍穿加一合并 对吧 之后呢 我们是选择 这个三角形去做一个 呃 与形状区域相交 对吧 做一个相交 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这个多边形 同样把这些路径选中之后 咱们去给它合并形状组件 好 是 对吧 现在就比较干净利落了 之后呢 还有一个啊 还有左侧这里还有一个 那同样的你画一个三角形 画一个三角形 它应该是在这个图层的下方 对吧 画一个三角形 好 然后砍穿加T 我们去旋转一下 就这个样子就OK了 然后我们还是需要 把圆角矩形 蓝色的圆角矩形 给它复制一层 和多边形三 去砍穿加E合并 然后我们去将上面的这个啊 选中之后 去做一个形状区域相交 对吧 好 同样我们把这些路径 选中之后啊 给它去合并形状组件 优化一下这个路径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用我们的布尔运算 把这一部分做出来了 啊 做出来之后呢 我们来看这后边还有一个 太阳啊 一个圆形 然后我们放在后侧 它应该是什么颜色 黄色 OK 那么这样的一个图库的图标啊 就利用布尔运算 结合这些形状 利用布尔运算做出来了 课下呢 大家一定要做个练习 并不难啊 只不过需要大家 这个先把这个蓝色的圆角矩形呢 给它确保保留住啊 一定要在去做布尔运算的时候 先把它复制出来 然后再一个个去做 还有就是我们再去做的时候呢 做完布尔运算之后 它的路径非常多 对吧 所以说大家每做完一步 就把这个路径清一清啊 把它们全部选中之后 合并一下形状组件 OK 那么今天的小图标呢 就带练到这里了 我们赛里克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